好我们来讨论12.27的这个练习了 尹轩我建议你不要读到这样子 因为老师还是要必须要看 下面到底是什么东西 所以这里我不晓得 你这一份练习是尹真 尹轩我又叫多一次了 尹真你不要这样子来 图到这样子 因为老师要看 到底你阅调的东西是什么 所以像这一题的话 这个我帮你刷掉了 因为后面的那个题目要看 所以这一题的话 你阅调的应该是AE吧 你这样子一横就可以了 老师可以看得出来 AE又可以阅调 再来D可以阅调 所以还有平方 B平方是阅调了的 然后你好像没有阅数字 你好像是没有阅数字 D平方 前面应该还有一个C吧 对吗 C应该还没有阅的 所以你看你图图图图图了之后呢 你就很难看出来 到底有什么阅了 哪一些还没有阅 像数目其实也可以阅的 724 对吗 622 其实是可以阅掉的 最后的答案呢 是CD平方 最后的答案呢 你也是漏了C CD平方 好吧 像这个是Y平方 我相信第一步呢 应该是把除法变成法上下颠倒 过后Y平方越掉 Y平方越掉 这个是Y三四方哦 是吧 所以应该还有一个 OK 所以这里XY的话 因为它Y平方 Y三四方哦 这个跟这两个呢 也一起越 所以总共全部Y 应该是越到完的 过后呢 525其实可以越掉 然后呢 724 最后分母应该是 你看你没有越掉那个数字了 所以应该是2X平方再分母 然后呢 5个分子 好 所以那个数字呢 你要看出来 5可以越吗 对不对 7其实也是可以越 好 OK 好 所以要注意这些 数字 你不要只是关注你的那个位置数 和越减 你要关注一下你那个数字 其实也可以越的 这一题的话呢 BB跟B平方越掉 A跟A平方越掉 CC跟C平方越掉 所以最后越到完 是加一 很好 这题就这样 再来这一题的话呢 后面你有颠倒吗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颠倒 所以巡礼你要再写多一步的 3Z 4XY乘上2X3YZ 除滑变成2Y在上面 ZX在分母 所以是ZX越掉 Y越掉 2的4越掉 3越掉 分子是越完的 对吧 这分子应该是越完分母剩下XYZ 所以你好像就真的是忘记颠倒 第三题 这一题的做法不对的 不能直接越 为什么 什么情形不能直接越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越 应该是要讲 什么时候可以越 如果它是只有惩罚的关系 就才可以开始越 像这里 它本身呢 是还有那个 加减法的一个 的一个关系 所以 性权要注意 像这种情形 你需要分开的 先进行音试分解 你一看到有加减法 你要想到说 我们要先做音试分解 所以这个音试分解 我们之前有学过了 对不对 这是年头的时候学了 所以这个你第一个呢 要看到的是 我们要进行音试分解 93的平方 所以它是有 前平方减后平方 得到前加后 乘前减后 A加3乘A减3 OK 分母的话呢 这个交叉层的音试分解 你要直接可以看出来 它是A减3乘A加2 减3加2等于复1 减3乘2呢 等于复6 就这样子 分子抽A出来 剩下A加2 分母放着A平方 月掉一个A A加2可以月 A减2 A减3也可以月 所以分子剩下A加3 分母剩下A 这一个才是正确的 再来这一题 再来这一题 A加B可以放着 B放着 AB放着 分母先抽一个A 先抽一个A A加B可以月掉 B可以月掉 所以最后呢 剩下2分子A 分母剩下一个2 分子剩下一个A 像这一题 宇轩 他把分子的X 先抽出来 这个X平方减Y平方 得到X下Y 乘X-Y 对 除法变成法 上下颠倒 分母抽一个A 变成A 乘X-Y 所以它的颠倒 跟因式分解一起做 是可以的 如果你的脑容量足够的话 X-Y 月掉 X加Y 月掉 还有一个X 也可以月掉 所以你漏了 这个X可以月 正确的答案呢 应该是Y分子的 OK啊 要看得出来 那这一边 XY 除以这个 3X-6Y 先抽一个3 得到X-2Y 分子呢 抽一个4 4乘X-2Y 分母放着它 X 越掉一个Y 越掉一个 然后呢 X-2Y 越掉 分子剩下4 分母剩下3 X 正确 很好 尹萱呢 是OK的 OK 好 再来 A 只要尹萱 其实它 你有用心听 其实你就会了 其实你也是 蛮 但是呢 不要说不做 再来这一题 A先抽出来 剩下A加B A再抽出来 剩下A-B B平方抽出来 剩下A加B A平方抽出来 剩下A加B 所以我们越掉A加B A可以越掉 然后就没有了 分母呢 分子是有B平方A加B 分母是A平方A加B 正确 OK 第十题 先抽M出来 得到M-P 分母是抽P出来 剩下P-Q 除法 它还是保留着 分子抽P出来 剩下P-M 分母是抽M出来 剩下M乘P-Q 除法变成法 分子分母倒转 然后呢 P-Q可以越掉 然后呢 P-M跟M-P 越掉的话 剩一个负 所以呢 最后会得到 这个负里 这边又写 最后没有写到 最后漏了 最后是M平方 除以P平方 负的 最后漏了一个负 OK 大致上呢 是OK 这一题 越掉剩负1 我建议你还是说 P-Q-R 我们照这样的顺序 P-Q 我们就不动它 P-R 我们就 P-Q P-R 我们也不动它 OK 所以 P-Q-R Q-R 我们不动它 应该 Q-P 我们就 抽一个负 变成P-Q 那这个的话 我们再抽一个负 变成P-R 这一个的话呢 我们再抽一个负 变成Q-R 所以Q-R可以越掉 P-R可以越掉 对吧 哦 越错了 P-R P-Q可以越掉 负负负有三个负 所以是得到负义正确 OK 这样子 我建议说 你还是多一个步骤 抽这个负的一个动作 不然的话呢 你都不知道说 这里有一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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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就乱 对吧 这样子的话呢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一二三 准准三个 把它变成一样才越 不要说它的 对调的模式 就越了有一个负 也是可以啦 如果你不怕乱的话 OK 再来看这一题 除法 它先变成法 上下点倒 过后再进行因子分解 这一个的话呢 抽7A出来 剩下2A-E 分母抽12A平方出来 剩下A加2 分子这一边抽A出来 剩下A加2 然后呢 A加2月掉 A-2A-E月掉 A月掉一个 应该是这样吧 还可以月掉多一个 对吧 还可以月掉多一个 所以最后呢 是12分子7 当然你讲说 我没有一次过月到晚 我看不出来 然后下一步 我再月可以吗 当然没有问题的 只是多一个步骤 没有错的 不算错 OK 再来这一边 X平方-5X加3 我们先因子分解 变成X-3X-2 分母有一个X 除法变成法 分子分母对调 分母这里抽一个X 得到X-X-3 X-2在下面 X-2可以月掉 可以月掉X-3的完全平方 你要写这样子 也可以 你要展开变这样子 也没错 就两个方式呢 都可以接受 OK OK so 看看你在干嘛 不是很对啊 因为你越减的 其实是越减错了 正确来讲 你要看到A平方-B平方 因子分解变成A加B A-B 因子分解 这个上下颠倒是没问题的 然后呢 A-B-A变A-B抽一个负 也可以的 然后呢 但是呢 你的前面要注意呢 前平方-后平方呢 得到前加后乘减减后 X加6乘X-6 所以呢 你的X加6是可以月掉 你的A-B是可以月掉 所以最后呢 sorry 最后呢 你会得到A加B 除以负 在前面对吗 有一个负 负的X-6 你可以乘进去变6-X 那你的这个前面就不需要负了 所以要么这样 要么就是X-6 然后负负前面 OK 第十题 因子分解 就变成X加2X-2 2乘1得到2 2加1得到3 5乘4得到20 5加4得到9 12的话呢 是4乘3等于12 4加3等于7 6的话呢 是3乘2等于6 3加2等于6 非常好 因子分解 全部是加的啦 没有问题 所以X加3可以约掉 X加4可以约掉 X加2可以约掉 你的X加3忘记约 对吧 X加3忘记约 所以正确应该是分子 剩下X加1分5剩下X加2 OK 所以约漏了 其实也是一个错的 还是会够分的 再来这一题 因子分解 变成X加4 X-2 -6加4等于2 对 然后呢前平方减后平方 得到前加后层减减后Y加4 Y-4也对 再来这个因子分解 对 -4加3 -4加3的F1 对对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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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Tsch 但是有些同学会觉得说我老师我方便运渐我写两次对吧 也是可以的 啊那他就Y加3月掉 Y-4月掉 Y加4月掉 最后呢剩下 Y加3再分5 y减6再分次 为什么你是拆了跨弧变减的 这个也要注意还是加 当然你 你的跨弧放这 他也不能讲你错了 这样子其实就可以了 当然跨弧是不用跨的 ok 所以这题也是类似 第一步呢 他把除变成分子分母对调 第二步应该要开始因是分解的 因是分解的话呢 2乘1等于 2加1等于3 对吧所以是x加2x加1 4乘1等于 4加1等于5 过后这一边呢 是4加3 4乘3等于7 4乘3等于12 4加3等于7 这一个是x加5x加1 5乘1等于5 5加1等于5 所以越减了 x加1可以越减 x加4可以越减 没了 所以分子是有x加2乘x加3 分母是有x加5乘x加1 再来这一个2x除1 这个x平方加4x加3呢 因是分解变成x加1乘x加3 这个x平方加3x加2呢 是得到x加1乘x加2 这个x减3 这个除法变成法 就是x加2在这边 所以它越掉的 应该是x加2x加2 x加1x加1 OK 所以你的x加3漏了 漏了 所以当然你可以讲说 老师我曾进去 前加后前前 那你就要变成x平方减9 或者我不建议了 我就应该要这样子写 OK 漏掉了 再来 前面呢 应该是要先通分 对吧 先通分 先通分你的x是交流 是吗 你的x是交流 再不然是怎样 再不然你可以直接 直接把x抽出来 跟这个4x这个越掉 所以其实你是可以直接越掉的 当然你的答案上就会错了 OK 当然这样子做会比较方便的 这个x如果我先抽出来 跟这个x直接越掉的话 那我就交叉成的时候呢 就会得到x加2 减x 减2 所以x减x的去掉 2减减变加2加2得到11 所以为什么这边是4 之后呢 x减2越掉 4也越掉 最后这个答案呢 这个应该在分母了吧 为什么你突然间变去分子 所以当然你的x其实是去掉了的 OK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错 第二个错你忘记写分母 所以答案应该是x加2分子1 这个分子1你不能不写的 你知道吗 差别很大了 一个在分子 一个在分母 OK 那这一边的话呢 先 第一步是要通分加起来 没错啦 不过你加到有点奇怪 你加这个通分加没有问题 问题在于你的越减的这个模式 是有点问题的 OK 那我这一边就 把你去掉完了 OK 这个时候 你不要提问 好 你的名字我就不办 OK 再来这一题啊 应该是通分得到c减 c减1 减c 这个是c减1 那后面的话呢 通分得到1减c平方 应该是要减1 当然我的c减c去掉是得到负1的 对吧 那我这个负如果放下去成变成1减c 那这一边的话呢 我们可以因此分解变成1减c1加c OK 这个除以c 所以1减c又可以再越掉了 最后呢 剩下c分之1加c 这个就是你的答案 OK 很美丽的 下来这一题 也是一样要先因此通分加起来 a加c减c 分之a加c 对吧 直接通分了 那后面的话呢 通分应该是a平方 这一边应该是乘上a 再加上c 这个加c减c去掉 a加c 又可以越掉 a又可以越掉 最后剩下a分之1 不会越太快 OK 再来第17题 这个错了 为什么 你的除法你是整个要对调 不是后面这里对调 应该是连前面 所以这一边的做法来讲呢 应该要先进行通分 先进行通分 变成了一起 一体了之后 才可以做那个除法变成法的 OK 我们来看一下 前面我通分得到a乘a加b 这个就变成了一个分数 有没有 这个除法我们先照抄 我们先照抄 就会变成b加a除以b 上下颠倒了 对不对 a加b除以a 瓜糊我们也不用学了 这个除法变成法 上下颠倒 a加b b加a我们变成a加b就好了 所以a加b可以越掉的 所以最后呢 剩下b除以b 再来第18题 x除以x显 x显y 没得弄 但是后面我们的有挂糊 我们先处理 除法变成法 上下颠倒 x平方减y平方 可以因四边解变成 x加y 乘x减y 所以x加y可以越掉 再越减一个x 对吧 还可以再越减一个x 所以就会得到 为什么你不要越掉这个x呢 你为什么不是越掉你反而变成去分子分母去呢 这个是在分母的嘛 这个在分子 所以这个分子错了啊 这个应该是只有y而已 所以x减y去越掉了之后 这是越的啊 这是越的啊 所以呢分母剩下一个y分子剩下一个x啊 这个时候 你好像越减变成这样子的 啊成又你要注意这样啊 上下是越减的 左右就是分子两个都是分子的时候呢才是进行成的 ok 再来这一个 后面这边先通分得到ab 分子a-b这个对 然后呢 a平方-b平方 因四分解变成a加b乘a-b 这个就上下对调 a-b就越掉 ab跟a平方b平方越调呢 剩下ab 所以这个呢就是剩下ab分子a加b正确 正确 正确 ok大概是这样子了 对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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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